今集共 第二天 喂喂哈楼哈楼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3号 这里照说的就是独身女们父母买楼 举家移民英国家中两老避弃 就说后悔当年贴钱去帮她买楼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出现的 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里楼价居高不下 所以希望子女有个安乐窩 有很多就甘愿贴钱资助子女 去首期置业的 首期都要很厉害的 新楼还是旧楼先 既然旧楼做不到旺揭的 很不同的 所以第一样东西要解说的就是 你到底新楼还是旧楼先 好了 有网民 又是没有verify过的 都不知是什么人 普怨这样说 父母早年就用打工时处下来的积蓄 有网民普怨的网民是不是父母 正还是父母的子女 我不明白 随便 就说全力去资助女儿 去上车做业主 全力资助你不是给他一层楼 你都是给首期的 如果是说新楼的首期就更加少 这位是独生女儿来的 最后独生女儿是决定没有通知父母下买楼 带同子女去移民英国 首先就不是全力资助买楼 我瞒着他们买楼 就应该是第二伙的了 可能父母自己都有屋 即是有点钱的 这个是首先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点先 我和你逻辑分析一下 好了 因为如果住在一起 你没有理由的 卖楼 有人看啊 各样的嘛 那你爺爺麻麻那些 是不是 是不是 怎会不知道才行 好了 得知女儿即将移民的时候 哼 都是那个好点啊 打过去 跟着我走了 嘟嘟嘟嘟嘟嘟 之前说过一单是这个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是说得知女儿即将移民 就是他瞒着你卖楼 没瞒着你移民的嘛 是不是 父母即时啊 声吕驱下 但是女儿呢 去意已缺 啊 坚持要离开香港 那我不明白的 那里如果是需要的时候呢 你问个独生女儿 拿回就行咯 这里没说有没有给她 那同时间很简单 既然呢 女儿是可以移民英国 父母就当然都可以移民英国啦 因为BNO是扔住的嘛 那两老其实可以跟着一起去咯 是不是 你女儿有的 父母肯定有啦 还是怎样啊 更厉害些 即是她不是BNO方案的 她是投资移民方案 应该不会啊 那条老子 那就更厉害 好了 楼主 楼主是不是就是父母啊 那对父母啊 还是有些兄弟姊妹啊 不清楚了 他说两老为人善良 善良的标准是什么呢 有些将淡水那些鱼 拿去海水那里放生 善不善良 可能善良 不得其法 是不是啊 共产党都几好的 你坐下跟她谈一下嘛 给你时间去进步 你爱国那些民主啊 都需要一千二千年 慢慢才可以 那这里就讲到 为人善良 我想她用后面的标准说 对女儿和孙儿呢 都不薄 很疼对孙 每个老人家都很疼对孙的啦 不薄的意思是些什么呢 有例子啊 公公婆婆啊 每日照完孙上学之后呢 才急急去上班 每次都会朝早的时候 买新鲜的整只鸡腿 给一对孙吃 从来都没有要求女儿去照顾她们 只是伤心为什么说走就走 对于这件事我如何看法呢 我觉得 两老是应该感到开心才是的 既然是这么疼孙儿 都想孙儿啊 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成长 就等于一些苦妈而已嘛 平时是这样吹谷自己的儿女 努力读书的 知道吗 游泳跑步跳舞什么都要齐 但是去到大英帝国的时候 突然之间放任哦 很多东西都由她哦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自己的儿女 将来大过了怎么都照顾到生活 只要品行端正就可以了 是啊在外国就在这里好 不过楼主呢 责怪的就只不过是 这名独生女 就取去积蓄地说 带子女移民 一直就移民计划来说 都没有和父母说 到最后一刻才通知 那楼主也都说了 知道他们是遇见香港 可能情况非常之差 所以才带子女去英国的Dream Life 那其实不是Dream Life 移民的人都需要适应 但是父母呢 很简单 父母其后 只需要赶上那个脚趁 一起申请那就可以了 就是其实两代人之间呢 都最好是有那个沟通的 尤其是女儿啦 去到当地 settle down之后呢 其实没有的哦 两代人之间是没有矛盾 这里我想指出来的这点 不是Mutually Exclusive的 既然那么疼对孙 就应该过来英国这头了 就等于他妈 当日在那里说 你那些商情证 丹情证各样呢 你是应该给那个户籍他们的 因为呢 要家庭团聚 这个是人情 那你就想啦 他们回上去团聚不行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来香港呢 而楼主透露的 弟弟这里 两老是后悔当年 为什么用积蓄去帮助女儿买房子 因为如果不是有积蓄的话呢 买房子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笔钱 他们未必够敢移民那样 错啦 因为呢 你说移民的路途是艰困的 但是所需的金钱几十万 你都再做事 都很多人是足够的 就只不过是优厚一点 那还有 令到那些孙女呀 即既然那么疼对孙女 在英国的鸡腿很便宜的嘛 那但是我也不是帮了这个女士的 因为有些网民就这么说啦 他移民前应该给一笔钱父母嘛 那这点我是认同的 因为从来我都觉得 是不应该取不宜之财的 除非父母已经是不休息不休住啦 但是就算是这样 我觉得都应该是清清楚楚 除非父母呢 就只不过是平时可能和其他人 慎一下 哎呀 那样那样那样 但实质上对女儿呢 就没什么那几句 是其他人就拿回这件事来说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这个 所以可能两老仍然是有和孙女联络 也有和独生女儿联络 他只是说女儿没有给回职络 这个可能是两老自己说出来 但是有没有责怪过呢 责怪过的时候是说 哎呀如果没有给过 可能未够胆移民啦 那将来两个孙女怎么办啊 被人活摘五星啊 读了一些共产课程啊 不行的嘛 既然这么疼孙女 真正去疼那些孙女 是应该期望她们 能够早日就站稳阵脚 是不是 就是你是想拥有她呀 还是想承传她呢 这个好问题 你是想拥有她呀 其实都拥有不了很多年了 还是想承传她呢 对于人类来说 这个是很难抉择的 你到底是想拥有一件事情 还是想承传一件事情呢 功成不必在我 我在必不成功啊 这个朱萍的语句 这里 拿父母迹速去移民 父母身边没什么钱 不孝 这里人们没有说 父母身边有没有钱的啊 如果真是 没人没物的时候呢 这位女士 最好都 过些水回去给父母啦 这个是的 我很认同 至少父母的是父母的 两代人清清楚楚的 是不是 你不还钱给父母 一清二楚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那不是更好 还是父母没有要求过啊 其他人代出声啊 不清楚啊 好了 有人就说 是啊 生孩子都不打算养老的了 说走就走 走还走 啊 干嘛拿老人家的钱走 那如果两代人之间 沟通良好的时候 是好事来的 就是你移民 你就说声咯 你卖楼 你就说声咯 就算这些东西 都不是最主要的重点了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你其后怎么对待两老 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啊 是不是 去到外国 有没有和父母对话啊 有没有尝试说服他们 让他们知道大英帝国的情况啊 有没有尝试叫他们 就离开香港 去这个大英帝国啊 叫不动都应该尝试叫啊 那我们说 论校篇里面呢 有一句的 是父母几间 不从 奴而不怨 意思就是呢 你都仍然是要忠谷自己的父母 共产党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啊 好快点离开啦 那但是 如果父母的意见是否的时候呢 他觉得共产党非常伟大的话呢 那其实你都还要尊重他老人家啦 不要秒嘴秒舌 始终长有有别 那但是你的路呢 就不应该由其他人去决定 仍然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的 不过就应该潜移密化啊 啊 跟着慢慢和他说 不是的啊 大英帝国生活都不错的啊 啊 那还有呢 就找这个孙儿啊 啊 和孙儿子喝茶嘛 香港没得喝茶 英国有得喝茶啊 快点来啦 爸爸妈妈 他没有说到 就是他在刻意地描画 这个独生女 和父母之间 两代人有矛盾各样的 那些 那我不是这么看的 问题是走完之后 大家的关系如何 是不是父母 到底父母有没有问过女儿 拿回职速呢 这个第一点 你没有问女儿拿回职速 那以我的为人个性 如果我有拿到钱的话 是应该给他 就应该清清楚楚 外国都是的 很多时候父母之间 和子女之间 就清清楚楚 但是这样啊 人家是有政府养的啊 你要搞清楚啊 在香港的情况很不同 很多人其实是辛苦得来 就成功靠附降的 只能够 好了 他说如果是用自己钱去移民 是OK的 始终子女带了一条路是他自己 否则的时候呢 拿了父母钱就不接受了 这个我同意的 那但是 所谓的用自己钱去移民 讲一个BNO visa是多少钱呢 我assume他是先啦 五万能申请费 半年的食宿就十几万 我比进你都是三十几万 三十几万能不能够拿出来 那反而 也有政方的意见 那希望那些老人家 开始可以 有这些这样的念头想想他了 这里好像夏威夷那样 是不是 没有藉口的了 有时候想想想 我都想豁出去离开香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 是啦 香港很多东西 你不喜欢都要做 明白有人觉得需要移民 但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啊 让老人家有心理准备啊 怕烦啊 很多应该是 所以两代人之间呢 你如果政见不同的时候 大家知道大家什么事啊 那你能够获得的门冲期 我们叫做 就是通知的时间 就会越少 否则的时候 有些呢 他们可能不疑的 但是都知道什么事 那子女来说呢 是即时啊 可能早一年就和父母说的了 这个是个不同处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